19号在市区发生的银楼抢案当中 市价高达60万元的纯金官英 已经被警方巡获 但是原本直立的官英 却因为黄金偏软 竟然变成了下腰官英 但是被店家领回之后 下腰官英意外的成为了银楼的招牌 更吸引了民众前来围观打卡 这把斧头敲进展示柜 让银楼老板娘心都碎了 不是因为十三两多的纯金官英的价值 而是因为这尊官英 跟着银楼老板娘20多年 要是被容掉 或是官英手持的柳叶随便掉一点点 她的心会很痛 我是觉得她应该会回来 因为我觉得我们跟她真的很有缘分 只是觉得说希望她可以比较完整 但是这样子 我今天在警察局 其实我也是有仔细看她 事实上是真的没有什么回损 所以我们会尽力给她秋裤 好在官英找到了 但是因为空心加上黄金质地很软 立官英变成躺官英 网路上不少人因为官英下腰 发出合成的图片 没有想到的是 下腰的官英反而成了正殿之报 都是后来我们自己去加以揣摩 但是她能够维持这样的法相 让我觉得说她真的是非常神奇 你看这样会不会如果说有机会 会不会带朋友来这边打卡照相 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可以啊 大家说应获得福 这尊黄金官英大概是被抢银楼 明年时来运转最好的证明 我原本很怕这个养柳它会掉 因为这个是它本身 这尊官英非常重要的部分 因为它这尊官英的话 它是属于那个竞品官英 它就是养柳子 然后就是补助众生的意思 更多人经过银楼的时候 拍照打卡群组互传 各方要求之下 业者决定保留官英睡美人的姿态 持续放在原来的展示柜 提醒大家 坏事不要做 但有时候遭逢厄运 说不定是人生最好的转机 记得赖永诚台东市报道 不记得 我遭挥下 interval 从我太景 Celebration 主展地上 总之下 从我太景美人的日元 我是筹刀 要熟眼